Odio Jungle Odio Jungle 近日,有外媒报道称,中国空军当前最主要的作战武器,并不是刚刚服役的歼-20隐身战机,而是沈飞在苏-30基础上,研制的歼-16重型战机。 该机已经实现了完全国产化,因此,歼-16不管是在综合作战能力,还是装备数量上,都绝对是中国最重要的作战机型。 作为一款攻防兼背的重型战机,歼-16综合性能仅次于歼-20,因此,作为战力补充,歼-16战机未来的装备数量,有望超过300架。 虽然歼-16没有歼-20那样的隐身能力,但它却是歼-20不可或缺的搭档。 在实战中,这两个搭档不但要完成夺取制空拳的任务,还要承担远程奔袭敌方战略战役目标的重要使命。 俗话说,一个好汉,三个邦,歼-20虽然是极隐身、超音速巡航、超机动性和传感器数据融合能力的五代战斗机,但在某些特殊战场条件下,也需要另一个榜首。 比如,歼-20要维持隐身性,就只能在内置弹舱挂弹,而公开照片显示,其内置弹舱与美国F22的挂弹空间相似,只能挂6枚中程空空导弹,和2枚进程空空导弹。 这点空间若要挂空地武器弹药,则弹药技术就非常有限,其实,完全可以采用两款战机搭配的模式,而美军也常常采用这种两款或两款以上战机搭档来完成作战任务。 比如,美国空军会将F22和F35进行搭档,前者负责夺取制空拳,后,者负责跟进并清除地面目标,美国空军还将48架F22和12架B2组成全球隐形打击特遣队,前者负责打击战术目标,后者负责打击战略战役目标。 那么,中国空军的殲-20,该进行怎样的兵力体系编制呢?很明显,殲-20需要一款载弹量大,且机动性好,还要具有一定自卫空战能力的飞行平台,本来应该给殲-20配置一款隐身能力近似的战斗轰炸机或战略轰炸机。 但传闻中的轰-20研制进度不确定,服役时间更是遥遥无期,因此殲-20最佳的搭档就是最新国产的殲-16战斗机。 从外观看,殲-16的气动外形,与苏-30MKK如出一辙,但殲-16在航电系统、武器系统等涉及提升战斗力的很多方面进行大幅改进。 可以说,殲-16的总体战斗力,不但远强于苏-30MKK,甚至还要强于俄罗斯最新改进的苏-30SM。 其余苏-35的差距也仅仅在于波扇10B发动机,没有水量操控能力,但其超视距攻击能力,又强于苏-35。 在国内官方媒体的表述中,殲-16是一款攻防兼备的高性能战斗机,在空战任务中,殲-16可以依靠国产机在有源相控阵雷达,发现200千米外的战斗机,在100千米外发现F-35,并用霹雳-15实施攻击。 在对地攻击任务中,殲-16可投射军方所有机在对地武器,甚至包括最新研制的精确制导。